弟兄姐妹平安 以色列创国者之一的哥达梅尔说 悲观主义对犹太人来说是一种奢侈 从西元第一世纪就失去国家 在世界各地飘荡 受尽欺凌的犹太民主 培养出坚韧勇敢的民主性 他们在认清处境的艰难之后 想尽办法去克服 去超越环境 他们相信上帝永远掌权 确信终有审判 蹂躏他们的恶人必会失败 他们不敢悲观 不敢消极 不管敌对的势力多么猖獗 他们总是乐观积极的去面对 所以王国将近两千年的以色列国 在1948年可以在耶路撒冷重建 约伯记二十四章 记录着家业衰败又生病的约伯 开始对穷苦人产生极深的同理心 这是过去荣华护贵的他所没有的 他看见恶人抢夺穷人的土地和羊群 孤儿寡妇的牛驴被夺去 劳力过度的工人受着低工资的剥削 为了食物奔走 必须卖掉儿女求生存 他们衣衫蓝驴 为主人收割庄稼 却忍着饥饿 踹葡萄却忍受干渴 被夺去家产的约伯 从资方的高位换到劳方的低位 一无所有又病痛在身的约伯 察觉到劳资的不公平 也感同身受穷人的艰难 约伯听到受伤的人在声音 有垂死的人在哀哭 他悲从中来 觉得上帝不理会自己的呼求 正如上帝不理会穷苦人的呼求一样 他愤愤不平 就质问神为何不理会这些事 为何不快快阻止恶人 约伯的心情就像我们平凡人一样 会质问上帝为何容许坏事发生 更会哀叹奸巧诡诈的人 位高权重又凡事顺利 亲身经历到社会底层艰辛的约伯 眼睛更明亮了 他分辨得出是非善恶 约伯更有正义感了 他察觉到社会正义未能伸张 是非都被颠倒了 但是约伯并不悲观也不消极 他没有一直停留在 愤世技术的情绪中 他确信所信仰的上帝 会用他的权利消灭恶人 上帝只是暂时让恶人平安 但他的眼睛注视着恶人的所作所为 约伯对上帝的公义 有高度的确信 即使悲苦在前 但公义在望 约伯勇敢地说 邪恶的人心胜一时 但一会儿就像草木貂蝉 像碎杆被割下 受苦的约伯没有抓住悲观的权利 他高举神的公义向前迈步 愿上帝赐给我们勇气 让我们在困难中 仍然确信神的公义和慈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